在位70年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与世长辞 不仅让英国王室成为全球焦点 世界各地君主制国家的君王也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近期讨论度最高的君王是现年76岁的汶莱苏丹 哈善纳包奇亚 目前统治时间长达54年的她 在伊丽莎白二世驾崩后顺势成为当今全球在位最久的君主 哈善纳包奇亚1967年即位 并在1984年建政汶莱脱离英国独立 她在统治期间致力开发石油 让汶莱从一个东南亚小国 转变成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不过哈善纳包奇亚也因为在国内落实残酷的伊斯兰律法 而引起外界不少批评 继汶莱苏丹之后 当今世上在位第二九 同时也是全欧洲在位最久的君主 是现年82岁 在位时间长达50年的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玛格丽特二世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表妹 在位期间致力促进丹麦王室现代化 还允许两位儿子与平民结婚 拉近王室与平民的距离 让原先名誉低落的丹麦王室支持度大增 除此之外 丹麦民众时常直呼女王小明戴希 更衬托出她对成名的百般爱戴 接下来欧洲在位时间第二九的君主 则是现年76岁在位49年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 卡尔十六世27岁时成为瑞典国王 不过自幼就患有读写障碍的他 有时却会闹出笑话 例如在公共场合拼错自己的名字 不过这反而博得民众同情 为他增添不少人气 而卡尔十六世最有名的事迹 是他在2004年南亚大海啸期间 与王后亲自到机场迎接500名瑞典罹难者的棺木 这也是他一生人气最巅峰的时刻 最后除了欧亚王室之外 备受讨论的还有因妻妾成群而闻名于世的 现年54岁非洲国家史瓦帝尼国王恩史瓦帝三世 恩史瓦帝三世年仅18岁就登基 是非洲最后一位专制君主 据传他共有15名妻子与超过25名子女 而他父亲共有多达70名妻妾 不过这样的现象在当地并不罕见 因为史瓦帝尼王室 每年都会举行卢慧节选妃 期间会有两到三万名女子 前往教主成为王妃 而这样的独特传统 更让史瓦帝尼王室 成为最受争议的王室之一 华语新闻谢忠岳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